在2004年,河南省民權院發生一宗落毒案,造成兩個小童一死一傷。 涉案的男人吳春雄被法院裁定故意殺人罪,坐了16年監,最終獲得翻案, 並已收到314萬人民幣的國家賠償。 何欣妍報導。 河南省的一件頭毒案,令吳春雄坐了16年冤獄。 事發在2004年,吳春雄被指向河南一個電工的兩個兒子落毒,導致一死一傷。 尚有史中院三次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亡。 其後,河南省高院以事實不清為由,發回重審,改判無期徒刑。 吳春雄多次上訴都被駁回,直到2018年,最高人民法院說,案件證據不確實,不充分。 到去年,河南高院翻案重審,算判吳春雄無罪,當庭釋放。 事後,他申請至1872萬賠償。 一千多萬,拿兩千萬,三千萬,說實話,真的,就買不來拿再四十年了,這個委屈。 最高人民法院最終判394萬賠償。 當中精神損害賠償,就由68萬提高到120萬。 不是我們要降低這個主張,當事人降低這個賠償主張, 而是我們要提高我們國家的賠償水平。 那麼,我們希望通過我們這種主張, 也能夠促進今後我們國家這種賠償水平, 人權保護水平的提升。 吳春雄家屬說,對賠償結果滿意。 計劃先在河南買樓安居,再同父親醫病。 有線電視記者,何欣賢報導。